娱乐转圈圈 陈建兵 陈建兵还为蒋晴晴写了一首诗叫 随遇而安 陈建兵深情地告白 在语言被发明以前 我就会说我爱你 在时间被发明以前 我就知道是一万年 念完诗后 蒋晴晴感动到落泪 眼泛泪光表示 他就是这样纯真真诚 现在我很需要他 两人在窗边拥抱亲吻 十分幸福 蒋晴晴还曝光了陈建兵的小名 虽然陈建兵表示自己没有小名 但是听到老婆叫他酥酥后 立马低头 一脸娇羞地笑着 与他平时严肃认真的 模样反差感特别大 其实陈建兵和蒋晴晴 已经不是第一次 录制真人秀综艺了 他们在之前 就参与录制过 幸福三重奏 那个时候两人的综艺感 还不是很强 再加上蒋晴晴 又处于孕期 所以也是有过一点点小争议的 比如大家就会觉得 陈建兵有点大男子主义 还替蒋晴晴感到可惜 但后面发现 陈建兵和蒋晴晴 有自己的相处模式 婚姻当中两个人都要知道退让 懂得如何 在平淡生活里制造浪漫 这样婚姻才能长久 陈建兵和蒋晴晴 一直是娱乐圈里面的模范夫妻 两个人已经结婚15年 并且已经拥有了 两个可爱的儿子 不得不说蒋晴晴 是绝对的人生赢家 期待两人在节目中 能有更精彩的表现 声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谢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